温度感应器的数值读取 BPIBIT我们发现它的温度感应器 是使用比较好的晶片 所谓的NTC的晶片 那我个人在测的时候 是一直读取 数值有出来 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转成摄氏跟华氏 于是求助了他们的工程师 原来我们在做温度感应器的数值转换的时候 还有其他变因存在 什么变因 就是你的电路板上面是使用多少的电压 然后电阻是多少 那它是使用5.1kΩ的电阻 因为这些数值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在网路上你找到的一些 NTC的一些温度的数值 抓出来的数值都不对 所以这些数值是工程师给我的 这范例也是他建议秀的范例 事实上如果你知道以后就蛮容易去处理的 好我们来做一下 第一个一样是空白的范例 好 第一个我们还是要告诉ArduinoID 我们的温度感应器是使用GPIO多少的缴位 34 好 再来 这是属于温度的设定 包括刚才讲的 这个是电压 电阻 这个B是一个变数还好 然后这个温度 温度它是使用 这个还查得到273.15加25 这个 这个数值我在网路上还有看到 R1 它还有另外一个R1电阻是10 所以它有两个电阻 然后 精确的温度数值 目前暂定是0 所以这是属于设定的部分 那就请依照它的内容去把它加入 好 那接下来在Setup里面 我们要告诉 第一个 我们一样是使用CeliaMonitor来显示温度 第二个 我们要告诉它说 我们是用GPIO哪一个缴位 前面定义多少 34 所以这边是使用34 它是Input 所以这两行 所以 经过好几次的磨练 你大概知道 Setup里面放的就是这几个 设定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在Setup里面 把它加入了 好 这两行 那接下来在 重复显示里面 就要显示温度 我们来看一下程式 Temporal 前面有定义这个变数 它是数位读取 然后这个Sensor 那这Sensor在前面也有定义了 所以 然后 这个是小数两位吧 然后它的值 等于 这个数值要除以这个乘以这个 3.30电压嘛 然后在荧幕上显示这个文字 然后 把RT 这个数值算出来 然后显示RT 然后 这个是 温度的值 温度的值 它会等于这个乘B 加这个公式在这里 这一条 这一条 这个是公式 这一行是公式 这一行是公式 那因为我们前面没有电压电阻那些的公式 所以我们都找不出来 所以Delay每半秒钟侦测一次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一串把它复制进来 加到 Loop里面去 然后 检查 储存 好 协入 好上传完毕 我们开启 Monitor 要看到它的值是多少 温度现在是28.59 在28度左右 好 那目前我们的 在这里 那我们温度感应器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 我们把温度感应器压着 那我们在这里 系列Monitor就看它上升29 30 好 30出来 好 就看你手的温度多少 越来越高 如果你放掉 我手放掉 我手放掉 好 温度就慢慢降下了 好 这样就可以取得到 这个温度的素质 好 目前这个是摄氏的 好 摄氏的 温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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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